每个男人都希望自己心爱的女人能幸福满足 尤其在两性方面 她能否满足往往被认为是男人行不行的标志 让女性在性生活中得到性满足 男人不但会感到很有成就感 也会对自己更加有信心 而且和谐完美的性生活体验 也能让女性得到满足 体会到爱爱的美妙和享受 有利于夫妻之间感情的提升 维系婚姻幸福 但对于男人来说 可能并不太清楚自己是否让她得到了性满足 一女人得到满足 五种普遍表现 她需要的更多 调查显示 满足的女人每周都需要23次夫妻生活 不过他们对性的定义比较宽泛 也许并不需要实质意义的亲密卡 但她可能需要跟男性在一起 有亲吻爱抚这类亲密动作的需求 给她更多的方法是 让她知道你整天都想着她 闲下时发短信告诉她晚餐计划 要求她穿上那件火辣的红色睡衣等 二她相信自己很性感 满足的女人不会不自信 80%的满足女人认为 在伴侣眼中 他们最性感 这是因为满意的夫妻生活提升了 她对自己的正面评价 如果想要她在夫妻生活中 能够永远保持自信与魅力 不妨试着接受她的不完美 千万不要直击她的缺点 这样可是让她不断地躲避你哦 如果她总是担心太胖 胸太小 那亲密时一定会感觉不舒服 三 毫无保留地说出需求 满足的女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而且87%会表达出来 一个能够坦然说出自己需要的女人 获得高潮的机会也更多 作为男人 可以鼓励她多弹性 同时要注意她的非语言的提示 如果她不断地抚摸你 那是她想要了 四 快感是目标 女人并没有那么在乎性巅峰 但她们一定需要快感 75%的女人说 只要生活中有快感 没有性巅峰也可以 绝大多数满足的女人将获得快感 当成目标 这既包括身体上的 也包括心理上的 所以在夫妻生活中 享受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让无关紧要的事情 影响了你们的彼此情绪 要知道只有心灵上的真正快乐 身体上才会跟随着感受到愉悦 我她并不关心大小 对于满足的女人来说 大小并不重要 关键是怎么用 93%满足的女性说 她们更看重男性的技巧 和亲密时的情感交流 亲密时充满激情 完全放开比叮叮大小重要十倍 因此男人不要总是跟尺寸过不去 通过其他方式给她更多快乐吧 二女生没被满足 会出现哪几种信号 第一总是发无名 有时候可能就是 你吃饭的时候 漏了几粒米放在桌子上 你鞋子没有放在鞋架上 刷牙没有把擦干净水池表面的水 或者是上小侧的时候 尿液溅在马桶卷上 等等 一系列的鸡毛蒜皮小事情 都能把她点着 她看到后就会特烦 然后就找你吵架 第二情绪不稳定 当一个女人在身体和情感上都得到满足时 她往往会感到平静和稳定 但是当她的生活中缺乏爱和没有被满足时 那么她就会变得情绪化 并且经常大发雷霆 她们的情绪会变得更加消极和不稳定 第三总觉得身体出问题了 在生活当中 当女人没有被满足时 她们总是能找事来让你关心她 不是这里痛 就是哪里酸 反正跟你说的时候 就是一大堆的小毛病 你让她去医院吧 她还说你不关心她 你带她去医院吧 但是什么毛病都检查不出来 什么毛病都没有 第四对另一半一神一鬼 当女人没有被满足时 她脑子里就会想 为什么 难道是对我没兴趣了 还是外边有别人了 然后越想越气 越气越想 你跟她解释吧 她还什么都不信 然后她就会从各种小细节中去查你 像是衣服上有没有别的女人的香味啊 衣服上有没有别的女人的头发啊 等等 第五看家里人都不怎么顺眼 一个女人没有被满足时 她的心情就会变得糟糕 可能会看什么人都不顺眼 甚至会看自己不顺眼 然后就会觉得 我是不是有哪里没有做好 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她就会觉得 她就会觉得 你没有她 你会活得更好 谁说女人的欲望 是填不满的无底洞 多数男人在追求女人的时候 都会发出一声感叹 觉得女人总是无法满足 太过于贪得无厌 但其实你之所以无法成功撩到她 往往是因为你用错了方法 追求女人 只靠热情是远远不够的 想要征服女人的心 技巧和套路都是缺一不可的 男女相处 死缠烂打确实会让女人注意到你 但她对你却只会产生厌恶 与之相反 若是你能够用巧劲 一击集中女人的致命点 那她的心自然会放在你身上 所以别再抱怨女人难追了 西妹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 征服女人心的妙招 这样满足她 朋友小潘说 她当初之所以选择和男朋友在一起 就是因为男朋友满足了她所有的虚荣心 当时小潘在一家工作室上班 办公室里的不少女孩都有对象 只有少部分人是单身 看着那些女孩 每天都可以收到男朋友送的零食 小潘心里羡慕得只冒酸水 后来男朋友开始追求小潘 她不仅每天都给小潘买礼物 有时候还会订一大束鲜花送到工作室 小潘看着办公室里女孩们羡慕的表情 那一瞬间 她简直幸福地要爆炸 不仅如此 男朋友还经常请工作室的人喝奶茶 大家吃人嘴短 都在小潘面前说些奉承话 小潘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自然就答应和男朋友在一起了 在一起之后 男朋友并没有放弃对她好 有时候两人吵架了 男朋友从来都不会和小潘强行争论 她每次都是把错误全部揽在自己身上 丝毫不想让女朋友受一点点委屈 同事贺之舟在追求女朋友的时候 非常心机地挑选时间 在女朋友和闺蜜们玩乐的时候 她几乎从不主动上前去示好 每每看到女朋友落单了 她就会主动上前搭讪 而且在女朋友伤心难过的时候 贺之舟几乎一直陪在她身边 两人明明还不是情侣关系 可是贺之舟却心甘情愿地 在女朋友身边默默地安慰她 承受她的负面情绪 这一点让女朋友很快就对贺之舟动心了 并且再也离不开她 想要征服女人的心 用对技巧才是关键 所以希望你能明白 女人对你动情的基本 这要满足她 第一满足她的虚荣心 每个女人心中都会有虚荣心 在看到别人甜美爱情的时候 她会羡慕 甚至期待自己也能够有同样的浪漫 如果你在追求女人的时候 只会傻傻地约她出来吃饭 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的 那女人在你身上是感受不到浪漫和刺激的 在追求女人的时候 你要学会从她的内心入手 搞清楚女人其实就是一个虚荣的生物 在付出的时候 你不妨试着大张旗鼓 向全世界宣告你的爱意 送礼物的时候高调一点 女人自然会被你聊到 第二满足她的好胜心 别为女人柔弱的表象所欺骗 其实她们骨子里 也有着强烈的好胜心 只不过大多数女人 不愿意表现得太明显罢了 满女相处 在很多事情上面 自然会产生矛盾和分歧 如果在发生争吵的时候 你还选择强势地解决决 丝毫不打算退让 那女人绝对会对你印象奇差无比 所以在和女人相处的时候 别傻傻地纠结对错 只要你没有矛盾 便赶紧低头主动认错 满足女人心中的好胜心 你要明白 女人在感觉到你的退让之后 便不会多多逼人 反而是会给你更多的柔软 第三满足她的安全感 女人选择一个男人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无非就是想要在她身上 寻求自己想要的那一份安全感 如果你在和女人相处的时候 总是表现得掉锅铛 对她的脆弱 视若无睹 女人会喜欢你才怪 所以在追求女人的时候 一定要去用力地展现你的男友力 尤其是在她脆弱的时候 即使出现给她安慰和保护 女人必然会臣服于你 要女人最关键的手段 其实就是满足她 不仅仅是要满足她的虚荣心 更是要满足她的好胜心和安全感 当你能够同时满足女人的这三点情绪 那么她想不把心交给你都难 记住女人的心其实是非常感性的 你的理智在她面前 无疑是降低好感的存在 因为女人最需要的 是你打动她心的行为 并不是简简单单 让你站在冷静理智的立场 去思考问题 所以在撩女人的时候 尝试着去满足她的这三种小情绪 说不定能够让你成功抱得美人归 最好的感情是相互成全 彼此成就 所以女人选择跟你在一起 就是希望你能够支持她的梦想和追求 而不是剥夺和意志 在她遇到困难的时候 能在一边给出理智的建议 出谋划策在她遇到打击 心情难过失忆的时候 能给她安慰和鼓励 打着爱的旗号 无情剥夺她的自由和梦想 这是自私的 对女人来说也是不公平和残忍的 爱一个人 就是应该想着尽自己最大能力去成就对方 而不是以牺牲对方的种种 成全自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每一个梦想 都值得敬仰和尊重 精神上的需求 才是一个女人真正的需求 生病的时候 你要能照顾她 疲惫的时候 其后 你要能帮她分担被欺负的时候 你要能站出来保护她 如此才是一个女人真正想要的 在感情里真正贪图的 两个人在一起 关系应该是对等的 是平等的 不光要彼此尊重 也要尊重对方的父母 无情践踏别人的尊严 攻击别人的自尊心 这本身就是一种残忍的行为 没有谁非要赖着谁 也没有谁离不开谁 任何时候都要牢记这一点 尊重是拿尊重换来的 人与人之间的好也是换来的 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 也一定得不到别人的尊重 这是一个女人在感情中的底线 真正的陪伴 是精神上的靠近 你能懂我的苦 我能懂你的男 在一段感情中 女人总是容易缺乏安全感 这不是矫情 只是用情太深 恰巧男人给一个女人最好的爱 就是陪伴 只要彼此有爱 做什么事情都是开心的 都是幸福的 你炒菜我切菜我切菜我切菜 眼神是不会骗人的 那浓浓的情意很让人感动 不论工作再忙 也要尽量抽点时间 陪着自己的爱人 感情的最终形式 不过就是平凡生活中的简单陪伴 感情是为了满足精神层次的需求 然后带来的真正满足感 当然了感情也是相互的 要学着去回应和珍惜 只要两个人用心 不可能经营不好 给对方送去温暖 这才是维持一段感情的关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